今天我就要用它来制作奶粉罐 弹灶灯 首先这上面的塑料盖子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们直接把它干掉 OK 现在变成了一个全金属的铁罐子了 我们把这两个孔剪开 然后我们需要两根这种摊霸 要像这样插到这个桶里去 里面会被引来放出电弧 发出亮光 但是呢 还显然这个罐子是贴的要导电 所以需要我们加一点绝缘材料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这种硅酸铝陶瓷纤维 我们弄一些把它填充在这个铁罐口 电机之间寄起到绝缘备用 也能够防止高温 现在把它整个装置固定在支架上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外面 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探照灯的主体装置 那边呢 电焊机也已经连接完毕 这是电焊机的两个电极 待会我要把这两个电极 夹在这两根碳棒上 利用电弧光来为我们的电弧探照灯提供光源 OK 关灯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 掰了乖